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四节增长率与资本需求测算 首先来看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所谓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是我们上一节讲到的销售百分比法的一种延伸应用 那么所谓的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从字面就能理解 它是外部融资额跟销售增长额之间的比值 用来表明每增加一块钱营业收入所需要追加的外部融资额 好 那接下来我们推导一下 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应当怎样去计算 以及它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好 在这里我们假设不存在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再由假设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都保持不变 那接下来我们依据销售百分比法的公式 来推导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的公式 那大家知道如果公司不存在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那就意味着来自于公司内部的资金来源增加额 就只有留存收益增加额这一项了 相应的 在这种情况下 外部融资额就应该等于净经资产的增加额 也就是融资总需求减去这个留存收益增加额 那其中净经资产增加额 它应该等于净经资产销售百分比 乘以这个销售增长额 而留存收益增加额呢 应当等于预计的营业收入 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再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而预计的营业收入 就是基期的营业收入乘上 一加上销售增长率结果 好 接下来 在这个等式的左右两边 我们都同时处以销售增长额 整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等式左边外部融资额 处以销售增长额 那就是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了 好 我们再来看等式右边 净经资产销售百分比 乘以销售增长额 再除以销售增长额 就只剩下了净经资产的销售百分比了 那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就是基期营业收入 乘上一加上销售增长率 在这里我们就简称为是增长率 再乘上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再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然后呢 除以这个销售的增长额 并且我们把这个销售增长额 表述成为是基期营业收入 乘以这个销售增长率结果 那接下来大家不难发现 分子分母这个基期营业收入就可以约掉了 经过整理我们就得到了 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的计算公式了 怎么算呢 净经资产销售百分比减去括号里面 一加上销售增长率的倒数 再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再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怎么去理解这个公式呢 这个净经资产销售百分比 就相当于是每增加一块钱营业收入 所产生的融资总需求 也就是每增加一块钱营业收入 所需要产生的净经资产的增加额 而后边这一项 一加上增长率倒数 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再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它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每增加一块钱营业收入 所产生的留存收益增加额 也就是每增加一块钱营业收入 所产生的内部资金来源的增加额 那接下来 根据这个公式 我们来讨论一下 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它有哪些影响因素 以及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和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当然先明确 我们推导这个公式 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 先别忘了 就是不考虑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那接下来通过公式 大家不难发现 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它有以下这些影响因素 首先从公式来看 就是净金资产销售百分比 而净金资产销售百分比 又是金资产销售百分比 和金资债销售百分比 二者支插得到 好 这就是两个影响因素了 第三个 预计营业净利率 第四个 预计利润留存率 第五个 就是这个销售增长率 那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 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和这几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是怎样 好 我们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如果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上升 怎样呢 它会带来这个 净金资产销售百分比 也上升 继而使这个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呢 同样上升 意味着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和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之间 应该是一个同向变动的正相关关系 我们用正号来表示这是正相关 道理也不难理解 因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 净金资产销售百分比上升 就会导致什么呢 融资总需求加大 继而外部融资需求加大 那当然也就会由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呢 是上升的 对吧 好 接下来是经营负债的销售百分比 那它当然和这个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怎么样呢 是相反的吧 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和它之间应当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 因为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上升 会带来这个净金资销售百分比下降 和预计营业净利率 预计利润留存率之间 应该是负相关的关系 道理也很清楚 如果其他因素不变 无论是预计营业净利率提高 还是预计的利润留存率提高 怎么样呢 都将使留存收益增加额 这项内部融资来源增加额呢 加大 继而减少外部融资需求 也就意味着 使这个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呢 降低 对吧 负相关 好 最后就这个增长率 大家不难发现 在这个公式的减项当中 增长率是在分母的位置上 那就意味着增长率越高 怎么样呢 这个减项呢 它就会越小 换句话说 其他因素不变 销售增长率上升之后 它就减少了 每增加一块钱营业收入 所产生的这个留存收益增加额 对吧 继而它就会导致外部融资 销售增长率呢 就上升了 这是一个同向变动的关系 其实仅从直觉上 做出判断 大家都能够理解 当然是销售增长率越高 需要的这个外部融资额 怎么样呢 就会越大 因为得用更多的资金 来支持这个更快的销售增长 同向变动的正相关关系 另外我们刚刚讨论 是假设不存在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那如果考虑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其实也不复杂 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其实跟那个留存设增加额 性质是一样的 这不都属于内部融资的增加额吗 好 那如果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也就这项内部融资增加额 增加了 更多了 那显然会导致外部融资需求变少 既然这个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也会越低 那也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体会一下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的应用 我们延续前例 M公司2021年的资料 假设二年 M公司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是120% 经营负债的销售百分比是60% 预计销售增长率是26% 营业净利率8% 计划的股率支付率是70% 那据此计算 M公司2022年的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把有关数据带入公式 括号里面 这是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减去经营负债的销售百分比 得到的就是这个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是60% 然后再减去括号里面 一加上增长率26%的倒数 再乘上计划的营业净利率8% 再乘上计划的这个利润留存率 也就是一减去股率支付率70% 好计算出来 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呢 是48.37% 可以理解成为是公司每增加100块钱销售额 需要怎么样呢 增加48.37元的外部融资额 好 那接下来根据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我们也就能够计算这个外部融资额是多少了 对吧 好 用销售增加额乘以这个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就能得到 而销售增加额就是机器的销售额5000万元 乘以26%的销售增长率结果 好 计算出来 外部融资额呢是628.81万元 接下来我们讨论内含增长率 它是销售百分比法的另外一种应用 那什么叫内含增长率呢 在这里我们还是假设不存在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那在这种前提下所谓的内含增长率就是指 只依靠内部积累所能实现的销售增长率 所谓内部积累指的就是内部的资金来源 而它很清楚 如果不存在可动用的金融资产的话 那么这个内部的资金来源增加额 不就只是这个留存收益增加额了吗 因此内含增长率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在不考虑可动用金融资产的条件下 只依靠留存收益增加额所能支持销售增长率 叫做内含增长率 并且也不难理解 在不存在可动用金融资产条件下 如果公司保持一个内含增长状态 那显然会有以下这么三个结论 第一个融资总需求也就是净产增加额 就应该等于留存收益增加额 也就是在内含增长状态下 融资总需求只是依靠留存设计增加额 这个内部积累去支持 相应的由于是内含增长 什么叫内含增长呢 也可以理解成为是不依靠外部融资 对吧 所以说外部融资需求就是零 相应的外部融资效率增长比 它也是零 那接下来我们推导一下 怎样去计算这个内含增长率 在这里我们还是假设 不存在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并且经营资产消失百分比 经营负债消失百分比 都保持不变 接下来我们令外部融资效率增长比 等于零 去求解那个增长率 不就相当是内含增长率了吗 好 那大家回忆一下 在不存在可动用金融资产的情况下 外部融资效率增长比 应当怎么算呢 咱前面讲过公式 应当是净经自然 效率百分比 减去一加上增长 再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再乘上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并且如果外部融资消失增长比 等于零的话 那这个增长率 就是所谓的内含增长率 接下来 大家整理公式 就相当来解一个一元一四方程 把这个内含增长率解出来 就得到这个结果 怎么算呢 内含增长率 应当等于预计营业净利率 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除以净经散的消失百分比 减去预计营业净利率 乘上这个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而这个公式呢 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整理 比如分子分母 我们都乘上一个净经资产的周转率 什么是净经资产的周转率呢 营业收入除以这个净经资产 也就相当来是这个净经资产 消失百分比的倒数 其结果 分子 就在原先的预计营业净利率 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基础之上呢 再乘上一个净经资产的周转率 而分母 原先的倍减数 净经资产的消失百分比 现在乘上一个它的倒数 净经资产的周转率 或者周转次数 那就是一了 后边呢 再减去原先是预计营业净利率 乘上预计利润留存率 现在呢 你在乘上一个净经资产的周转率 对吧 好 得到了内涵增长率的另外一种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整理 比如 大家推导一下 净经资产的周转率是什么呢 营业收入除以这个净经资产 而这个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是净利润除以营业收入 大家不难理解 这个净经的周转率 这个指标当中 营业收入呢 是分子 而预计营业净利率 这个指标当中呢 营业收入呢 是分母 二者一成 营业收入就约掉了吧 约掉之后 不就剩下 预计净利润 出于这个预计的净经资产了吧 注意 预计净利润 出于预计净经资产 就等于是这个净经资产周转率 和预计营业净利率 这二者成绩 好 由此 我们整理出来 内涵增长率的另外一种表达式 分子是预计净利润 出于预计的净经资产 再乘上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而分母呢就相当是一减去这个分子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 内涵增长率的影响因素 好 我们根据内涵增长率的这个表达式 来进行分析 从这个公式来看 内涵增长率影响因素 应当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呢是这个净经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而它又是由经资产销售百分比 和经负债销售百分比 二者之差来得到 由此我们推出来 内涵增长率的两个影响因素 分别是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和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 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预计营业净利率 最后一个呢就是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那接下来我们讨论 内涵增长率和这几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从公式来看 如果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上升 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 它会导致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加大 继而分母增加 这个内涵增长率怎么样呢 应当是下降吧 也就是内涵增长率和经资产销售百分比之间 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 道理也不难理解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净经资产销售百分比如果上升 就意味着销售增长将会带来更高的融资总需求 但别忘了在内涵增长状态下 这个融资总需求它其实是受限的 它只能由留存售增加额来支持 那既然融资总需求受限 这就决定什么呢 销售增长率因此呢就会下降 对吧 所以说这个内涵增长率和这个经资产销售百分比之间 是负相关的 那接下来经资产销售百分比 是经资产销售百分比和经资产销售百分比 二者之差那就不难退离 内涵增长率跟这个经资产销售百分比 是负相关的关系 那跟这个经资产销售百分比 自然就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对吧 这俩肯定是相反的 对吧 好 接下来从公式不难发现 无论是预计营业净利率提高 还是预计利润留存率提高 都将使内涵增长率上升 也就是内涵增长率和预计营业净利率 和预计的利润留存率之间呢 都应该是同项变动的正相关关系 道理也很清楚 如果其他因素不变 无论是预计营业净利率上升 还是预计利润留存率上升 都将使留存设计增加额 这项内部融资来源增加额加大 继而他就能够支持更高的销售增长 也就意味着在内涵增长状态下 能够支持一个更高的内涵增长率 正相关的关系 好 我们再来看内涵增长率的意义 不难理解 它其实就是是否需要外部融资的一个临界点 因为如果预计销售增长率 刚好等于内涵增长率 怎么样呢 这种状态下 外部融资需求等于零啊 相应的 如果预计销售增长率超过了内涵增长率 那就意味着支持销售增长 就需要怎么样呢 有这个外部融资额 意思就是说 销售增长呢会引发外部融资需求 反之 如果预计销售增长率低于内涵增长率 那就意味着即使销售增长 资金呢也会有剩余 剩余资金呢可用于发放股利 或者作为先制资金呢进行短期投资 这个观念 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它明确下来 什么观念呢 并不意味着只要销售增长 就一定会引发外部融资需求 销售增长水平如果没有达到内涵增长率 这个界限的话 那即便销售增长不仅不会产生外部融资需求 它反而会出现什么呢 资金的剩余对吧 这个观念大家务必要明确 好我们来看个例子 体会一下内涵增长率怎么计算怎么应用 我们延续潜力M公司2021年的资料 假设二年M公司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既不发扬新股也不举借新债 什么意思呢 不依赖外部融资 实现一个内涵增长 好 经营资产消失百分比是120% 经营负债的消失百分比是60% 营业净利率预计是8% 计划的股利支付率是70% 那就意味着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就应当是30% 利润留存率跟股利支付率之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好 据此我们计算 M公司2020年的销售增长率 当然在既不发行新股也不举借新债 也就是外部融资等于零的状态下 这个销售增长率也就是内涵增长率 好 那怎么计算呢 其实有多种不同方法 比如我们可以令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等于零 设这个内涵增长率为位置数G 把这个G呢 求解出来 大家回忆 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的公式 在不考虑可动用金融资产的条件下 怎么计算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呢 先计算这个净 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本例呢就是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百分之二十 减去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 百分之六十结果 然后再减去一加上增长率的倒数 乘以 预计的营业净利率百分之八 再乘以这百分之三十的预计的利润流存率 好 令它等于零 那这个增长率G 就是内涵增长率 好 把它解出来 是百分之四点一六七 或者 我们令外部融资需求等于零 就利用这个销售百分比法的公式 也能求这个内涵增长率 大家回忆 依据销售百分比法的公式 怎么计算外部融资需求额呢 先计算融资总需求 也就是净经营资产的增加额 本例 G7期末的经营资产六千万 减去经营负债三千万 得到G7期末的净经营资产的是三千万元 然后再乘上销售增长率 得到的就是净经营资产增加额 后面减去这个预计的留存收益增加额 也就等于是预计的利润留存额 怎么算呢 预计的营业收入 那就是机器的营业收入五千万 乘上一加上销售增长率 得到预计营业收入 再乘上预计的营业经历率8% 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30% 得到的就是外部融资需求额 如果它等于零 那这个增长率G 不就是内涵增长率了吗 把这个方程解出来 也能得到4.167%的结果 或者直接套用我们刚刚给出的公式 分子是预计的营业经历率8% 乘以30%的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分母是净经营的消失百分比60% 减去预计营业经历率和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二者乘计 同样4.167%的结果 好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2015年经营资产的消失百分比是70% 经营负债的消失百分比是15% 那试手算一下 经营资产消失百分比减去经营负债消失百分比 能够得到净经营资产消失百分比是多少呢 应当是55%对吧 70%减15%的结果 再由营业经历率是8% 假设假公司2016年上述比率保持不变 没有可运用的金融资产 不打算进行股票回购 并且采用内涵增长方式来支持销售增长 那么为了实现10%的销售增长目标 预计2016年股利支付率是多少 大家知道在内涵增长方式下 这10%的销售增长率 它其实就是内涵增长率 那本题呢 相当还是以支内涵增长率 来求解这个股利支付率 怎么求 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可以令外部融资需求额等于0 按照那个销售百分比法的公式 列方程来求解 也可以令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等于0 解方程呢 去求这个股利支付率 或者我们直接用内涵增长率的计算公式 列方程来求解 比如这10%的内涵增长率 它可以怎么算呢 大家会议公式 分子是预计的营业竞技率8% 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的结果 而这个预计的股利支付率 跟预计利润留存率 这二指之间是互补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这为位置数X把它求出来 这个预计的股利支付率 也就有了 对吧 好 这是内涵增长率公式的分子 分母呢 应当是净 经济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咱刚算过 百分之五 减去分子这两个比率相乘 也就是预计的营业竞技率8% 乘以这个未知的预计的利润留存率X 把这个小方程解出来 你可以得到S是多少呢 是62.5% 好 那就意味着预计的利润留存率是62.5% 那预计的股利支付率就应该是 1减62.5% 应当是37.5% 本体答案应当是选项A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多项选择题 假公司无法取得外部融资 只能依靠内部积累来增长 那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 下的事法当中哪些是正确的 A 预计营业竞技率越高 内含增长率越高 当然正确 咱先说过 内含增长率和预计营业竞技率之间 是同项变动关系 B 净经济资产周转次数越高 内含增长率越高 正确吗 推理一下 说到净经济资产的周转次数 希望大家马上想到 它就是净经济资产销售百分比的倒数 所以净经济资产周转次数越高 就意味着净经济资产销售百分比就越低 而内含增长率 大家还记得 跟净经济资产销售百分比之间 是一个反向变动关系 那净经济资产销售百分比越低 怎么样呢 内含增长率当然越高 B正确 C经萎负债销售百分比越高 内含增长率越高 其实道理跟选项B一样 经萎负债的销售百分比越高 就会带来净经济资产的销售百分比越低 既而内含增长率当然是越高 D 预计股利支付率越高 内含增长率越高 明显错误对吧 因为大家知道 股利支付率和利润流存率是互补的关系 那预计股利支付率越高 就意味着预计的利润流存率就越低 而内含增长率和预计的利润流存率之间 是同项关系 预计的利润流存率越低 也就会导致内含增长率越低 不是越高 本题答案应答是ABC